武藏及宜蘭市民代表会主席林志勇因假车祸诈保未遂 今年6月2审判刑4年半 未来要被检方查出借牌投标获取不法利益 展开搜索 约谈16人认定林志勇和卫福部组长杨秀川及业者 5人涉案重大 4号凌晨1处犯贪污执罪条例图例等罪 向法院申请羁押警戒 宜蘭检方调查发现林志勇涉嫌于2021年至2023年间 以实际掌控公司投标河滨公园采购案 还和王姓业者借牌投标公所的清洁车租用采购案 涉嫌明知徒例却不揭露 三年得标总金额约3000万元 违反政府采购法借牌投标罪 法院除了裁定羁押警戒林志勇等5人之外 另有一名施工所人员涉犯贪污罪 迅厚请回 刘姓借牌业者20万元交报 负责交付贿赂林志勇的无姓助理 以及收贿的一男一女涉犯 选霸法分别5万到10万元不等交报 另外检方也调查出林志勇于2022年间 市民代表选举时涉及会选将以兵争败